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无论多久你没有听过 忘记了只是片刻 会一辈子一辈子都记得 你心比冲动晚来太多 学会珍惜却发现爱不见 那天真的誓言 和当时坚定的执念 现在看来不过是一个心愿 越说不出口就越会难过 任心之事害怕失去更多 分享悲喜的两个人 最美好的也只是经过 越放不开手越会执着 相信爱认真就能结果 又是心贴心的承诺 到最后 也背对背沉默 也背对背沉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亲爱的 我知道你心里委屈 但你要知道 我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我们的将来 这段时间是过渡期 不管有多艰难 不管别人怎么说 我都会在你身边陪着你 我的心 永远跟你在一起 啊 就是啊真的挺好吃的 而且咱们好弄的就是 学位 哇 挺好的 好不好 是 对 没错 喂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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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 是 哥们儿 这个广告是我女儿拍的 好 老李 我女儿拍的广告 喂 你 你别下棋了 我女儿拍的广告 喂 喂 各位才痛快 学位 从客户的角度 他们会比较喜欢这种思路 坦白来说 怎么了 刚才朗子的人打电话过来了 他说什么 他说 因为我们雅致的案子 要跟我们前一年的广告合约 和三年的营销契约 我们发了 发了 恭喜你老板 也恭喜你 李总监 恭喜我什么呀 我现在正式聘请李明玉 作为表演广告的创意组监 享受公司年利润百分之二十的分红 这怎么行 百分之二十 你没事吧 怎么不行 你以为我傻 我惊着呢 只有这样 我才能去陪我爸喝喝茶 打打高尔夫球 以后公司的重担 就交给你帮我分担了 老板 你别闹了行不行 王公党内上扣这么大个帽子 我可戴不了 你的认真 负责和你的创意 让你的头戴这顶帽子 不大不小 这合适 更重要的是 你教会我两个字 珍惜 坦白讲 是因为你 我才懂得什么是亲情 什么是珍惜 完全是因为你 我和我爸的关系 才得以改善 谢谢 你知道吗 在认识你之前我一直觉得 做广告最重要的是创意 认识你之后我才知道 不是 最重要的是 我们的作品里面有情感 所以我想拜托你 利用你今后的工作 让更多的人明白这个道理 让更多的人 懂得珍惜生活中的亲情 友情 和爱情 那我先试试吧 不行 再辞职 你是谁啊 我知道你是谁 福俊不是在跟你办离婚手续了吗 他的未来是我的 我告诉你 神经病啊你 你干什么 他神经病啊你 你干什么 他神经病啊你你说 他神经病啊你你说 你干什么 行 别跑了 王府军 我才几天不在家 你又带个脏东西回来 你联系上过得去吗 谁是脏东西 你给我说清楚 谁是脏东西 我也是受害者 你受什么害了 我是受害者好吗 这是我老公 你倒是说句话呀 看我干什么 看着我干什么 这天是你造的 这辈子你必须给我还了 好 亲爱的 别生气啊 这事我再处理 你该安慰的人是我 我才是你老婆 我说你给我闭嘴啊 这是我家 又不能你放肆 你家 这是我们家 什么我们的家 你自己看看 沙里给我买了多少东西 还帮我出钱开公司 支持我的梦想 你呢 口口声声说支持我 支持什么了 口头支持谁不会 你有过什么实际行动啊 我给你做饭 给你洗衣服 我天天等你下班 为了结婚 我东奔西走 我在我爸那 跟你说好听的话 让他跟你投资 为了你不跟我妹 打得头破血流 你心情好 就对我喜喜哈哈 你心情不好 就对我抽着一张脸 我对你从来 都是你来顺手的 你现在竟然对我 我说出这样的话 这衣服是你要洗 饭也是你要做的 我逼过你吗 再说了 你爸最后 给我投资多少钱 一个走都没有 你跟你妹本身 关系就不好 这事能怪我吗 正儿 今天你也在这儿 那咱们就把这话 给说清楚 我跟沙丽 是真心相爱的 她在工作上 是支持我的伙伴 在感情里 是抚慰我的伴侣 她就是我的一家 她在家是贤妻 出门是贵妇 可你呢 出门是跟不上潮流装时尚 在家是不会做饭装大厨 你根本就是 当不了老婆装贤淑 这说你好听点儿 是女子无才便是德 这说你难听点儿 你是善不得天堂 下不了厨房的黄脸婆 你当着别的女的面 这样嫌弃我 再怎么样 我们也是结了婚的 我是你的妻子 谁跟你结婚 是你逼婚好吗 我当时一时糊涂 自己犯了错 我不能一错再一错 那你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我要跟你离婚 你休息 你干什么你这事 你说过全世界 只爱我一个人的 我已经把我的人 我的感情 我所有的爱都给你了 你不会说理就理 你凭什么破坏我的家庭 作为女人 你就不能被别人想想吗 将心比心的道理 你也懂 将心比心的道理 你也懂 如果你的老公被别的女人勾引了 你能受得了吗 如果你真的是狐狸精转世 那我求求你 你别在我家好吗 你去勾引别的男人行吗 你去勾引别的男人 你是谁是狐狸精的啊 她是狐狸精 你再说一遍 她是狐狸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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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滚 看着看着 他们赶紧给我滚 帮她は狐狸精 我已经是狐狸精 你贴手 我一定跟他离婚 便因为这事影响了心情 就算他碰了 也是你逼的 恭喜你 你成功了 有什么好恭喜的呀 职位越高 责任越重 每天肯定有忙不完的工作 想想我都觉得累 怎么能这么说呢 现在的这一切 不正是你 自己选择的 那一种生活方式吗 上天是公平的 当你选择了一样东西 相对就会失去另一样 有人选择平淡的幸福 有的人却选择 风风烈烈的人生 无所谓好坏对错 只要你过得开心就好 陈希 答应我 别把船卖了 好吗 你放心 我可以帮贝贝找 最好的整形医生 你的船我也可以帮你修好 别卖船了 行吗 谢谢 可是我不会接受 为什么 因为 我想依靠 我自己的双手 来实现梦想 可是如果船都没了 你还怎么实现梦想 梦想在于坚持 只要不放弃 它总会实现 我有这样一群支持我的伙伴 如果没有他们就没有那艘船 他们就像我的亲人一样 给我支持 给我鼓励 也给我安慰 照顾他们是我的责任 陈希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可惜 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你可以说我傻 可以说我天真 但我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一个真实的我 就算人生重来一次 我也肯定不会改变 你晚上有空吗 你来了 阿庞和贝贝呢 起浪了 他们今天晚上住在水哥那儿 明天一早冲早浪 谢谢 龙虾大餐 这也太奢侈了吧 是我潜水抓来的 住海边就这个好处 吃海鲜不花钱 而且绝对新鲜 尝尝看 吃吧 怎么样 好吃吗 我估计你以后会比现在更忙的 我们见面的机会也会越来越少 如果有空的话 就常来海边走走吧 除了啤酒 音乐 海鲜 还有我这个 朋友 我总是骂你 总是说你这不好那不好 为什么你还对我这么好 你虽然老是嫌我不好 但是我知道你是为我好 只可惜我发现得太晚了 虽然没有缘分在一起 不过当朋友也不错 如果以后心情不好的话 就来海边走走吧 我虽然不太会聊天 但可以做一个很好的聆听者 那以后有什么事情找你 你不在这儿了 我过来找你诉苦 可你已经去环游世界了 我到哪儿去找你 如果你过得幸福 就没有什么可诉苦的 我在不在这里也不重要了 如果你有烦恼 不管离你多远 我都能感受得到 而且我会 在第一时间赶回到你的身边 听你倾诉你的心声 跟我来吧 陆地是分割的 但大海是相连的 如果你有话想对我说 就对着大海说 海风 会把你的话传给我 胡说 哪有这回事 是真的 不信的话我试给你看啊 陆月 我喜欢你 我喜欢你 我非常喜欢你 对 原来有人在想我 我的地方 才是天堂 用你天的眼泪 倾其所有假想 才能让你终于 我很高兴 你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当然 我也会努力朝自己的梦想 前进来 虽然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能实现 但我一定会努力的 你一定要幸福 好 爸 我回来了 我一个好消息 我回来了 你未经常 会国家 有一个好消息 会不会 很多男儿 都会很高兴 我响 oking 我找到了 可以 甚至 又 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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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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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有一天你实现了你的梦想可以去环游世界了 你会戴上我吗 当然了 你是我的VIP 可是如果我们俩在一起的话 你就永远没办法实现你的梦想 如果我们俩在一起 我只会成为你梦想的绊脚石 如果我们俩在一起 若干年之后 只会看到彼此身上全部的缺点 奶奶跟爸爸的离开让我明白了 很多事情我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改变 没有办法改变 站在分岁的路口 站在分岁的路口 想做还是要相拥 每个影子都不自由 每个影子都不自由 却拥有像奔跑的苛求 别对着光的邂逅 勇敢尽 勇敢尽 勇敢尽头中就还是 片刻逗留 如果回到从前回到遇见 如果能淡了想念 只留一点 剩下的遗憾也 唯有勇气去面对 回忆里抹不去的天 直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